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新疆总队医院巡回医疗队 每天奔波工作十四五个小时 一周的时间跑遍了南疆三地州基层中队 行程五千七百多公里 为一千多名官兵实施了医疗服务 从院长到柯主任说来也都是四五十岁的人了 这么辛苦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在他们中间还有一位柯主任 已经是身患肺癌晚期的病人了 他为什么还要主动要求参加这么紧张艰苦的工作呢 南疆巡诊回来的第二天 庄世华院长和刘冲奇主任出现在肝胆外科的手术室 肝胆外科的病人很多 刚回来手术又排得满满的 和他们一样参加巡诊的其他科室的主任和医生 也都在忙着接诊这一周以来预约的病号 武警新疆总队医院是一个三级甲等医院 建院以来一直坚持卫兵服务的方向 努力提高医疗保障水平 特别是近些年来 医院逐利加强人才队伍的建设 演进先进的技术设备 进一步深化 以兵为本的服务理念 使官兵就诊满意率逐步提高 达到了百分之百 诸国院的官兵都说 医院的工作做得细 那么到底细在哪里呢 带着这个问题 我们走进了军人病区 不要太紧张 你只需要保证 你每次翻身的时候 保证是90度的翻身 都我的意思吧 其他姿势就没有问题 你的腿是好的的 你腿肥慢慢地均匀 都是可以的 明白我的意思吧 好来 慢慢地躺平 手拽着我们的压力 不是 两个手都拽着它 对自己手慢慢吃劲 我慢慢地撤被子 都我的意思吧 你把劲往我身后靠 好不好 来 慢慢地给劲 好 慢慢地 放松放松 来自喀什的战士李书伟 刚刚做完了 追尖盘随和摘除手术 卫兵服务护理组 正在为他做 术后的护理 对于每个术后的病员 都会由卫兵服务护理组 做细心的护理 术后注意事项 包括一个翻身 都会叮嘱得详详细细 术后病员心里紧张 往往手脚冰凉 用温暖的毛巾 轻轻擦拭 能让病员感到清洁 舒适 缓解术后的紧张情绪 卫兵服务护理组 主要是完成病人的基础护理 专科护理 饮食保障 还有心理出导 等工作 住院的官兵呢 到医院以后呢 就以科为家 医院为家 安心修养 为部队解决了护理之忧 我们除了完成基础的 护理操作外 还开展了增值服务 比如说这个理发 我们会服务员的成员 全部进行了专业理发培训 每半个月为病员互动一次 官兵也特别满意 副院长尹赵华向我们介绍的 其实只是为部队服务十六条理 提供优质住院服务的一部分 武警新疆总队医院 把今年确定为 卫兵服务制两年 经广泛征求基层部队官兵的意见 在原有制度规定的基础上 普通制定了 为部队服务十六条具体措施 比如建立就诊绿色通道 做到挂号就诊住院部等待 取消审批手续 优化取药检查流程 提升医疗护理质量 实现疑难病专家会诊 和伤病员全程零陪护等等 总之从入院接站 导致于送行 每一个环节都是无微不至的服务 治疗方面采取首诊负责纸 病人如愿以后 哪个医生看 就哪个医生一管 从病人进到医院门 就有人负责 从挂号到旧诊 到检查 到取诱 到读院 这个证果都有人负责 不管是干部战事 还是子宫家属退休了干部 做检查 比如说核磁检查 涉体检查 那都是医生所谓算 从而不进行签字 用用也是医生开什么用 就用什么用 所以取消任何限制 特别是一些远程赶来的 我们都及时到车站 机场 这个火车站 及时的接送 就是为了减少 各个支队的到乌鲁检 来办事的困难 虽然在这个困难上面 发一些精力 耗一些人力 但是我们觉得 这个很有实际的意义 这个计算官兵的反应都比较好 住院不离部队 这也是医院对军人病区的管理理念 医院按照部队正规划标准 在军人病区建立了化疤 网吧 预览室 娱乐室 定期组织学习教育和集体活动 让住院官兵在这里 能够找到中队的感觉 每个月卫兵服务领导小组 都会为当月过生日的官兵 开一个集体生日会 就是要给病区增添及许家的温馨 在军人病区 我们还见到了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这儿不是幼儿园 我们看到的这些也不是孩子们的玩具 那么他们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在一个方形的沙盘中 一位住院的战士正在用这些玩具 摆放成自己想要的图案 另有专人在一旁认真地记录着摆放的物品 位置和顺序 画面是哪个画面不一样 像这个一般这种情况 它在右上方一般代表它的精神世界 左边呢一般是物质多些 具体的东西代表的不一样 你像背壳了 水母了 还有它包括河流了 它代表的一些表达的爱情和情感这方面 它都是具体的有所持 你像它摆这些桥梁 那些桥梁周边摆放这些东西 它就是提示它想跟人沟通这些地方 这里是军人病区心理康复中心 有心理问题的官兵可以在这里得到系统的质量 这里除了刚才看到的沙盘室 还有心理咨询室 心理测量室 和通过网络对基层进行心理疏导的远程咨询室 还有可以进行情绪调整治疗失眠的脑波治疗室 心情郁闷想发泄的 还有专门的悬泄室 这是宣泄室 宣泄室 宣泄室就是他进去可以戴着你的手套 或者拿着棍子去打都行 有一个指导员过来 因为我们要戴手套不戴 硬是把手打的这个皮都破流血了 我不知道那个劲有多大 哎呀 你真能把你碰掉了 通过他打就我们发现 他还真会变化 正常人都能回避 他回避不了 现在部队各方面的条件都改善了 部队对官兵心理健康日益关注 那为什么还会有这样那样的心理问题呢 因为人不同的年龄段 不同的程度 他都有一些心理问题 或者重的就是心理障碍的存在 像新兵入众的这些 不适应部队的 适应障碍的 还有一些这个零退伍的时候 包括他的退伍面临一些问题 都都在部队 一些有些大学生入众的一些病 一些干过 他这个适应部队的生活 一直很顺 然后在部队挨点批评 然后想不通 然后得意欲 这些都有 经过质量调整以后 都到部队 现在都挺好 曾经咱们这儿好几个大学生 入众的 心理调整的过程和方法 可以让官兵受用一生 换句话说 关注官兵的心理健康 就是对官兵 人生的关爱 而且我们看到这种关爱 正以一种科学的态度 向前延伸着 南疆寻诊回来 我们一直想找肝胆外科的 刘忠奇主任聊聊 6月5日上午 我们在干部病房 见到了正在接受化疗的刘主任 2010年底 他被检查出患有肺癌 而且已经发展到了癌症四期 四期是晚期的 比较晚期 四期 五期最晚了 五期的话就是最晚的可能 五期在起码转移到原初器官 包括脑子呀 骨头呀 这样的话就是五期了 你骨头啊 有脑子里有 就是五期 除了五期 最后一步就是四期 它的五年生存率不到10% 五年生存率在10%以下 从查出得了肺癌 医院领导肝胆外科的 所有医生护士 都一直在牵挂着他 医院党委达成一致意见 对基层官兵 我们要全心全意 挽救自己医生的生命 我们同样要竭尽全力 只要能延长 刘忠奇的生命 多少钱 也在所不惜 这个费用 实际上毕竟是极大的费用 一次的药 光的一种药是两万多块钱 将近两万八呢 每个月一次 你将近加化验检测 二个万位 一个月你三万多块钱 一年那个三四十万块钱 医院各方面 组织上的关怀 院长也挺伤心的 当年庄院长刘忠奇 与小平等人一起组建的肝胆外科 到现在 一起工作了二十年 大家情同手足 刘主任做完肿瘤切除手术后 大家经常过来陪陪他 说说话 其实和他那么多年 真的是从同事 胜过清醒 对他的关系 真的胜过清醒 他在肿瘤院 住院的时候 我每天下午 我那人出差回来 他在一月七号 做的手术 我每天下午 和我还有两人 到病房里面 去跟他聊天 他在肿瘤院 住院那么长时间 我没有一天落掉 下午我们要过去 再忙 我下午要过去陪 跟他聊好一会儿 我们和刘主任是老朋友了 2010年拍摄反映 庄世华院长设计的纪录片 预品人生的时候 就采访过他 时隔两年 我们再次见到刘忠奇时 已经判若两人 头发白了不少 由于使用激素的原因 脸也胖了许多 听人说 每做一次化疗 就像过一次鬼门关 我主要是那钱的那个化疗 他那个大化疗 可能有个三四个月 半年时间 那个比较 那个化疗刚开始反应答案 那个化疗打上去真没劲 打上去腿软 那化疗做完真是 吃饭要在这儿擦 不太想吃饭 那个正常 第十五期化疗完了以后 睡觉不舒服了 吃不下去饭 那次化疗因为换药了 特别不舒服 我们觉得心里特别难受 我说你想吃啥 他说想吃啥有味的 我说那你那个啥 他说我想吃啥烤肉 他说你又不吃烤肉 我说我吃 吃烤肉 我们就陪他到那个市场里面去 确实我对羊肉 那么多年我不吃 我陪他做那我也一串 如果我不吃 他也没有什么食欲 我愣死那一串一串的 把他吃了那么多的烤肉 我就陪着他 他那天吃了十七串烤肉 一下吃了十七串 我们看着他能吃点东西 他要不吃饭 那脸色特别不好 能吃点饭 吃完以后他觉得很舒服 吃了十七串烤肉 吃了一碗云南米线 一大碗米线吃了 我感觉我已经吃饱了 吃好了太好了 我们觉得比我们自己吃饱 比我们自己吃好更舒服 确实是这样 肝胆外科 一个团结的集体 快乐的集体 大家谁也不愿意相信 刘主任 这样一位尽职尽责的好医生 却得了绝症 想想过去工作之余 大家一起开心的日子 不免让人伤感 得了这个病以后 那天我们是去审假照 当时跟我说 我说太好了 这六年 下次十年才审 副长 我最后一次来审假照 这也是我最后一个假照 我说胡说 好好的怎么是最后一个假照 我说就凭你这种 对病人那种负责 好人必有好报 我说你身体会好的 现在也没有任何症状 不好好的嘛 干嘛想那么多 拿他那个假照 他的眼泪下了 我的眼泪下了 我们俩坐到那个 欢证大厅里边 当时跟我说 他说我是最后一次 陪你我们来换假照 我说不可能 你会好好的 你自己觉得也会好起来的 那天我们是坐到医生办公室 他说我现在啥都不想 我就想着能看着都都上大学 但是我听他这句话 我说我难受坏了 我说你不会的 都都现在那天那时候是高一嘛 得病那时候是高一 我说你不会的 绝对会好的 不光都都上大学 你还能看到都都去媳妇 我说你放心 哎呀当时就想 我想这个五年生存率比较低 能想能活五年都是比较奢侈 像我这个情况 又转移那么多去的地方 转移的又不是很早期的 四期的地方 所以说当时根本没敢想那么长 我想能活到 我第一步期 我想我像儿子 我把他养到18岁 我期了 我还能在 我不能做一个不行 我像他18岁之前 我就我就不在了 他没之前 就算今天 刚好先到现在 18岁了 要不然我在 他18岁没成之前 就走了 他没 这个不算你 现在18岁没18岁了 这是最起伤 现在我在想 再坚持呗 坚持到明年三年 明年三年 大学大学考 大学人生的一个 中大的医疾官 对吧 争取嘛 争取明年 我现在的情况 明年可能还是能争取的 除了对儿子 刘忠奇觉得 还有一种责任 自己没有尽到 在肝胆外科工作20年来 接触的大多数是地方患者 虽说为各族群众 解除病痛是分内的事 但是作为军医 直接为部队官兵服务的时间 毕竟太少了 说实话我干的 在这边接触战士比较少 因为我们 我们科的 毕竟这部队战士病 得这个病 毕竟发病率低嘛 胆结石啊 胆药西的战士有 比较少 毕竟发病率低 毕竟还是这个 中老年人发病率高 因为胆结石它是 随之年龄的增高 发病率高 地方病人比较多 部队病号比较少 所以说我特别遗憾 没有这样的机会 像这样接兵啊 寻诊啊 这样的机会呢 医院派我 就派得少 所以说这次呢 虽然身体有病 但是觉得这么一机会 能到下面一线 和战士呢 接触一些战士 虽然是给他们寻诊 其实也是我的一次 我实际上的一次洗礼 那刘主任这次到南江去 多幸福 就是那么累 每天 我们第一天去 中午饭的美食 他下了防务板 给那些战士看病 他的战士 他的病人是 每天是最多的 一点怨言都没有 在他这次是 身体不是不太好 28号 我们27号走 28号应该是 他的第16期化疗 没做往后退 那一般的化疗 都不往后退的 都没有做 然后到南江去 给那些战士看病 一个一个 那么认真的呢 他 一个一个 我们就 每天呢 可以说没有按时吃饭 你就看不完 一路上 到我们到和田区 那么远的中堆 300多公里 中午中间 在车上吃点囊 还能坚持 身体还很虚的 因为他用了应用激素以后 他如果说不用激素 他的食欲特别强 等他去那两天 激素都没法用 但虽然饭他吃也吃不进去 我觉得还是 给战士看病 让我们确实很感动 他在战士念 战士要训练 我们再能见过 男家知青人为有那么重 所以说我觉得 我们能为他们做一点事情 看见他 起码看见他 觉得我觉得还是比较直 我自己思想也很重 我也觉得也受了那个教育 因为我很长时间 要接触病房病号 比较多 但是我只剩 我还是认为 我毕竟还是一个军人 我们在新疆这个县 毕竟还是要为部队府 部队府 保持好这个安定 保持好社会冷定 这也是我们一个重要的则 当然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还是为当地的老百姓 也没为他们做一定的服务 这也是我们国家的 这个医疗实验 做一份自己的贡献 这也是应该的 但是呢 我们还是要随时呢 还是要考想到我们的战士 对吧 如果一下子还有机会 我们一点还要争取参加 争取看更多的战士 能够了解他们 和他们起码谈谈心 跟他们知道知道 看看病 对吧 老老老觉得都是突然 特别幸福一件事 刘忠奇说 在自己工作的时候 和官兵们在一起的时候 便会忘了自己 是个病人 在刘忠奇主任的身上 我们感受到了 一个父亲对儿子的爱 一个丈夫对妻子的爱 感受到了一位军医 对职业对官兵的爱 同时我们还能感受到 单位领导和同事们的爱 也在他的身上延伸着 我们真心的希望 心中有爱 无所不能 好 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中国武警节目 下周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风沙挥走他们边关的足迹 却抹不去官兵 难忘的记忆 他们是蓝天的云 雪山的脸 白衣包裹着的情感 始终不曾改变 伟兵服务年 接着走机场 在那遥远的地方 感受最近的距离 下周同一时间 中国武警继续播出 爱在天边延伸